位于台中西区的联勤招待所荒废了许久 市长卢秀燕在市政会议上表示 在他担任立委的时候 就已经向国防部来争取要无偿拨用给市府 而历经了三任的市长十年时间 现在终于传出好消息 预计八月动工113年能够完工 成为多功能的社福基地 西区联勤招待所荒废许久 市府与地方护述团体充分沟通后 台中市长卢秀燕上午在市政会议上 宣布好消息 8月份即将要动工的联勤招待所 未来将变身为多功能社福基地 成为幼儿妇女及长者的活动空间 而这一处用地是卢秀燕担任立法委员期间 向国防部争取无偿拨用给台中市政府 历经三任市长十年的时间 都无法顺利发包动工 在与地方充分沟通后 7月中旬顺利发包 预计8月动工 非常不容易 十年一直搁置在那个地方 我们终于看到要开工的一天 要保护老术优先 剩下的基地才来进行实践 第二个在实践的过程当中 新旧病容 这个也很重要 所以在经过一个一段时间以后 跟居民跟外界跟互数团体 文化团体的一个讨论之后 终于取得共识 联勤招待所预计在113年底改建完成 作为多功能社福基地 又能保留老术及历史文资 共创多应局面